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屯門公園的大媽母 居然間又是固態復盟死灰復然 為什麼?因為沒有人再去處理 所以昨天就有後任的區議員 帶上整旁的街坊去屯門公園 作出實地考察和調查 查查到底在他們作出投訴之後 多少分鐘內才會有康民署的職員 去到現場處理這些噪音的事件 當然 他是後任區議員的身份 很快就有人回應 場地經理去到 告訴那個人 這裡用擴音機會影響其他使用者 然後就嘗試叫他出示身份證明文件 因為要發出法庭傳票 誰不知那個大媽竟然不肯提供身份證 而且拔足狂奔 逃離這個屯門公園的樹 當然 這是非常有問題 當時就有人報警 就要尋找這個大媽的下落 誰不知半小時後 有六個軍裝警員到場 他們去到就不是捉拿那個大媽 不是尋找大媽的下落 反而就跟那些人說 我經過了解之後 就發現這件事件是未能處理的 現在就沒有東西看了 麻煩你們現場聚集的人士刪去 竟然是這樣的態度 你說叫那些示威者 叫那些市民 怎麼會服 人家叫你去處理這件事件 當然是捉回那些大媽製造粗音的人 接受這個傳票 誰不知不是的 說沒有東西看 那就算了 然後這六個人就收隊離去 當時公園聚集的街坊就陸續增加了 已經超過百人了 去到下午五點半的時候 忽然間就有五十幾個這些防暴警察 進入屯門公園的時候 並且隨機截查現場的街坊 連後任區議員也是被人截查的 警察查什麼呢 又查一下你的背包 檢查一下你的身份證 總之就百般阻撓和遺難 是不是 這件事件正正反映得到 你這幫警察就是不務正業 派六個軍裝警員去捉拿一個走掉的大媽 你都完全做不到 人家在公園的門口 你拘捕他就可以了 你偏偏就不去這樣做 反而來說 隔一頭半個小時就派幾十個防暴警察去截查那些年輕人 你查什麼呢 那些年輕人做錯了什麼 擺明不是全身黑衣 擺明是街坊裝 擺明是不妥的大媽 就去吵冤吧 這些也不要說是政治事件 這些根本上是民生的事件 你也不妥的 你總之針對著別人的年齡 他年輕人就原罪了 你就要查查他 後任區議員也是二十多歲的 你就要查查他 你就要整股他 你也不妥的 這些執法的態度就是專業 就是心系社會 這些就笑死人了 放諸四海也被人恥笑 然後保安局就不知所謂 今天在這個立法會會議當中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志光就說 保安局就剛剛就立法禁止侮辱公職人員 就完成了研究了 正在徵詢律政司的意見 下一步就將會諮詢相關的政策局 你說這些惡法 這些就是 經常說要止暴制亂 經常說要跟市民溝通 經常說要搞社區對話 你這些根本上就是抱身救火 你抱著火水來救火 怎會在這個關鍵的時刻 你還在想研究惡法 去保住你的所謂公職人員 其實就將獄警罪 就不要那麼鮮明 就改了做 禁止侮辱公職人員罪 老實說 你們這些人都知道你們想怎樣 今天在委員會會議上 蔣麗雲大議員和葛珮凡大博士提交了文件 他們怎麼說 他們說 侮辱前線執勤的公職人員事件時有發生 言行越來越激烈 特別是近期反修例示威 活動的言行更加慶祝難輸 慶祝難輸是這麼用的嗎 不知所謂 你那些警察的暴行和行使私刑就真的是慶祝難輸 蔣麗雖然市民一時衝動的行為 公職人員都會容忍 但是要求公職人員好像聖人一樣 每天接受無上限的挑釁和侮辱的挑戰 也是不切實際的 他們說希望盡早訂立專門的法例禁止侮辱公職人員 然後蔣麗雲大議員還怎麼說 他就說社會言論現時非常自由 市民竟然可以當口當面 對著公職人員以最難聽的說話去侮辱 希望盡快立法 挽回公職人員的尊嚴 這些思維模式就是笑死人 第一件事 你這不是獄警罪 你竟然將所謂侮辱的對象 擴大到範圍是所有公職人員 公務員就已經是公職人員 你變相將所有人禁言 所有市民就不能再批評特區政府 包括特區政府的施政政策有問題 到時市民就不敢出聲 為什麼 因為避免誤墮發網 誰知你會不會引用 所謂 禁止侮辱公職人員的罪行 來告他 對不對 到時所有意見就被你剔除了 全部不敢發聲 一旦發聲就害怕被你告 你怎會有可能搞這些法例 就算你單單就著獄警罪來立法 也是不應該 更何況你搞這種所謂侮辱公職人員罪 這些是多餘的 不應該搞的 這是一個自由的社會 你是要接受人民的監督 別人批評你 老實說你是收了納稅人的錢 你如果覺得那些人不合聽 你覺得是有侮辱性 你就當他耳邊峰 你就當練習一下自己的情商 是不是 你不用理他 你收了錢 你要記住你是收了錢 你是人民的公僕 你收的錢是納稅人納的稅 然後出糧給你的 是不是 市民監督你是他應有的義務 第二件事 你說到侮辱公職人員 到底何謂侮辱 當然你這條法例 目前還未出台 大家都不清楚 條例的文本是怎麼寫 不過大家想想 你說侮辱 到底什麼叫侮辱 怎麼定義呢 到底是那些市民說粗言餵語 或是他聲大甲惡 沒有禮貌 還是憑著你們那些所謂執法人員的主觀判斷 覺得那些人說話不合自己聽 就馬上逮捕他 是不是這樣 那些執法者也是警察 就是賦予了他一個無常的權力 拿這些條例出來 胡亂告市民 是不是 你就不應該拿這些條例來立法 是不是 完全就是一條惡法 你根本不知道什麼標準 是不是 你說侮辱 什麼叫侮辱 是不是 有些人說粗口和他當作聊天 有些人就不行 一說炒蝦拆蟹就反面了 什麼叫侮辱 大家的標準都不同 是不是 還有 你那些所謂惡法 全部都是針對市民 你這個侮辱公職人員罪 我想請問有沒有一個侮辱市民罪 你那些警察很喜歡 對市民在罵 說粗口 罵人羞皮 罵人仆街 是不是 什麼都有 小人老母也有 那些人會不會拘捕 不拘捕 因為你只是侮辱公職人員而已 現在是侮辱市民沒有罪的 你只可以訓斥一下他們就算了 市民就犯罪 你就普通訓斥一下算了 這些哪叫公平 這些哪叫法治 這些根本上就叫人治 是不是 你自己公職人員就可以無限侮辱市民 基本上是你玩的 這些是不對等的東西 不知所為 你不應該搞這些法例 告訴你 研究也不應該研究 第三件事就是賭果為因 你們這些建制派系 你要挽回那些所謂公職人員的尊嚴 你是應該做好你自己的本分 你做人做事要對得著天地良心 是不是 泥水佬做門 過得人過得自己 蔣麗雲大議員 挽回的尊嚴 不是立條惡法就可以了 我當你數九票通過了 市民一樣是心不服 只是只是口服 有什麼用 是不是 心都不妥理 更何況你推這條惡法出來 一定就會引起大規模的示威 你不用想著就可以立法 還有 你靠這些嚴刑進法來 就是 懲治的市民 哪有一個正常的社會 是靠這些方法來管治的 是不是 這樣就可以挽回到你的尊嚴 不好意思 這樣你只不過是堵住人民的口 人家出不了聲 可能反而去到外國 一樣在小臭你 這些是沒有意思的 是不是 還有 你做得好 沒有人是會批評你的 包括是半年之前 如果有一個人 有一個普通的市民 在街上罵警察 人家當他傻佬 是不是 但是現在為什麼你走到外國 好像過街老鼠一樣 你就要反省一下自己在過去半年做了什麼 是不是 啊 做得不好 市民就有一個公民義務來 監督你這些公職人員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你是出公帑的 市民是有份 納稅的 養你這班人 如果他是一個普通私人機構 他做得不好 最多就不去光顧他 是不是 但是你不能不光顧 這些警察是你請的 這些其實是公務員 是不是 那你就要接受市民的監督 剛剛你做得不好 自然就有人批評了 批評的聲音 你就當是侮辱的聲音 是不是 你侮辱別人就可以 更何況 你也侮辱不少 是不是 你說張建忠不懂 你是不是侮辱他 你這個省仔協會 都出過那些聲明 那算不算侮辱他 你做人做事 就不要九十幾個龍門 不要歡喜嫌人 最重要就是一以貫之 還有 要保障市民批評你 監督你的言論自由 否則這些就變成極權社會 不要想你 不要想啦 這些事情 經常想著 要設立這些罪行 限制市民的表達自由 多餘 如果真是 到時一樣有很多人出來反抗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